大家好 我是蓝蓝 我来这个一丝风尚剪发来了 看看他们脚的怎么样 您好 我们来了 刚才我打过电话 约的 啥你说 对呀 先洗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善良 老张 走了 我还是喜欢叔叔 行 头俩搅了搅 然后后边搅了搅 好了 现在我们俩去吃烤鸭 好了 老张头带我吃烤鸭 走了 小鸭子 要炉烤鸭 鸭子根还真不小 走吧 拿鸭里吃烤鸭咯 我跟老张头二人实践了 孩子们都去奶奶家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 这些孩子们给我们传的卷 两个人的餐 就一只大鸭子 然后我们俩捡了一鸭汤 捡了个饼 就吃不了了 你想那鸭汤里面白菜豆腐粉丝 你能吃多少大晚上呢 今天所有的天 你要不用这卷的作废 本来我俩晚上都不吃完了 后来一想一只鸭子 这一百二十八作废了 干嘛呀 来了 就来了 干杯 柠檬水 刚才小头发吹的时间 比小的时间我觉得都长 他一吹一防风就想吹个多了 你要自己洗完头 一吹一样 这每个屋吹 越吃越圆 我这个从这边从这儿来了 看一下 但是五号就好了 六号是吧 特意找了一嘎懒的位置 今天人还真不少 以前我们老来这儿大腰里吃 他们家的菜系 我都吃得有点腻 烤鸭还是不错的 孩子的心意是吧 来吃吧 所以老吃饭了 这是一整只烤鸭 一个饼 一个料 看看这鸭腿 热热乎乎冒着热气 烤鸭一整只 哇 真薄啊 看看这一张 人家怎么烙的 这饼这么薄 看老张那时候的饼 白糖啊 沙糖啊 来了 鸭汤 你给他留个地儿 哎 留个地儿 好 一个汤 一个饭 一个鸭子 我俩都吃不了 好 谢谢 哎呀 我都馋了 不说有豆腐吗 一块都没有 别客气 我俩吃了 整个一只鸭子 一锅饼 一大盘 还有一碗米饭 我俩能吃吧 都没骨子拍 我吃了 好吃 看天都黑了 回家 继续 骑自行车 老张呢 老张呢 你去哪了 没影了 哎 大家好 我是蓝了 我俩骑自行车回来了 到家都晚上九点半了 今天我们就是临时哈 闺女打一电话 说妈 我这有一个卷 一百八十八 最后一天 如果不去的话 就浪费了 他跟我说了好久了 我还以为 节后也可以去呢 他说不行 最后一天 我们俩就赶紧去了 路上回来的时候 他说以前吧 就是大家一起吃烤鸭 就都不好意思的嘛 就想让给别人嘛 所以没有 顶多吃个两三口 两三块 今天我俩是好 过足了嘴瘾了 一只鸭子被我俩开了 我今天发一朋友圈来说呢 这一出生 八斤就是不一样 真能吃 我俩打小子能吃 她也特别能吃 而且我们身体就是好 就是你 所以说这个女人 怀孕的时候 一定得养好了 可是你说我妈 那个年代 她有什么 连饭都吃不啥 还养什么呀 就是天生来的 很多时候真是天生来的 就骑 我们骑着去 骑着回来 挺远的呢 没事似的 跟她又溜弯去了 哎呀 真是 就浑身使不完的劲 服了 行 就聊这么多 洗洗睡了 哈哈 记得点赞关注哦 3 M 1 2 3 4 2 4